据台湾媒体报道 日前台湾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 台湾青少年最喜欢使用的资讯平台当中 抖音和小红书位居前列 从科姆三到螺丝粉还有煎饼果子 那这些社交媒体平台 也成为了两岸年轻人交流的新方式 科姆三走红台湾 在台中连锁的海底捞火锅店里 店员也跳起了科姆三的舞蹈 还结合四川的便脸表演 引起用餐的客人振振喝彩 因为我刚好是甩面的 所以客人就说 你会跳吗 然后我刚好会 所以我就跳一下 而在高雄没有预约就得排队的美食 是来自于大陆的煎饼果子 厨师出身的老板 靠着口碑和在抖音上发视频 让煎饼果子成为了高雄的人气美食 现场不少排队的客人里 不少就是追着抖音的视频 特意来体验 试试看是跟他们 就是像视频上报道 有没有感觉那么好吃一样 台湾一向针对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 在最常接触的资讯平台中 50.7%的台湾青少年选择了抖音 超过了脸书 推特等社交媒体 而根据2023年所公布的数据 抖音在台湾的用户数量 已经超过了500万 除了抖音 台湾年轻人爱用的 大陆社交媒体软件当中 还包括小红书和微博 其中由于小红书近两年 在台湾的下载量增长最快 从2022年起在台湾地区 Google商店显示的 免费社交软件下载排行中 小红书甚至多次击败了 脸书推特等位居下载量的第一 打开小红书软件 也可以看到不少台湾的年轻人 在上面分享美食 美妆的资讯 也获得了大陆网友的点赞和关注 我不得不说 小红书跟抖音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吸收资讯 吸收这个资讯 他们是短评块 然后还可以获得很多的知识 这个知识是很重要的 因为知识不是在讲道理 说这个文化的交流 它是一股流行的现象 不过大陆的社交媒体 在台湾走红 一些台湾的政客也借机炒作 这是文化渗透 对此不少台湾的专家和学者 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这实在是 有一点点起能忧天 以前大陆也不是在看台湾的 这一些爱情剧 觉得不要用这种狭隘的眼光 因为它有很多的共同性 这个共同性是语言的共同性也好 或者是它基本上的文化的根基的 一种共同性才会产生共鸣 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